成立多年的中益国小弦乐团 过往都会安排国际交流 让团员可以增广见闻 但是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停办了好几年 今年终于可以再度前往韩国交流 团员们都相当的期待 为了这一次前往韩国首尔交流 可以有好的表现 中益国小弦乐团 特别加强练习 疫情之后 乐团终于可以恢复国际交流 团员都很期待 就是还蛮期待的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学到 跟老师学到比较 可以进步的东西 表演出的机会就是 想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然后又是很期待 很开心因为是第一次去 从来都没有去过 把琴殿好 过去就不要太丢了 琴乐团失声这一趟旅行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把音乐 这个世界共通的语言 带到国际上来 做一个以乐会友的一个交流 那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在实际上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能够获得技巧的提升之外 也能够拓展他们的国际视野 我们安排了会到这个首尔大学的音教系 以及汉城的华侨小学 来做一个音乐性的交流活动之外 依照行乐团的传统 我们也安排了在水源华城 跟民洞主教座堂这两个人潮西朗的地方 来做一个快散演出 为了增广孩子们的见闻 过往乐团都会安排国际交流的活动 不但让孩子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 也在无形当中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当然对他们自己在台上的这个演出 然后他会更有自信 因为他们毕竟这样也算是一个国际级的演出了 那所以我觉得他们不管是小朋友 或者是同学们 哪一个阶段他们到国外去演出 这个对他们来讲都是必胜难忘的经验 那对他们回来之后 他们自己的见闻也会更开广他们的见闻 然后对自己的各方面都会更有信心 为了促成这次的交流活动 乐团事先准备了许多资料和演出的影片 也因为过往优异的表现 让韩国的大学愿意安排演出和指导 对乐团来说也是一种肯定 记者高清风林景于乌州采访报导 你一定有一种肯定的课断 有没有优优 对比方这种肯定的那个样子